如果你想利用空闲时间赚一笔额外收入,就可以注册成为Tolica的用户,并完成各项小任务赚钱。 Tolica同时推出了手机应用程序,方便用户随时随地操作。 Tolica是俄罗斯搜索引擎巨头Yandex旗下的一个微型任务平台。 无论你来自哪个国家,都可以通过这个网站赚钱。 由于搜索引擎平台每天需要处理很多搜索数据,而经过AI处理的搜索结果往往会出现结果和词条不匹配的现象。 为了改善并优化Yandex搜索引擎的AI学习能力,Tolica就提供了很多用于搜索引擎学习的任务。 例如图像处理、视频处理、文字识别、网站评估等。 Tolica每个任务的难度和薪酬都是不一样的。 很多类型的任务在开始前都需要进行考试和测验,通过后方可进行工作。 和大部分兼职平台不同的是,Tolica提款方便,工作时间灵活,非常适合有空闲时间的人参与。 下面,我就为大家讲解一下Tolica的注册使用技巧。 首先,我们需要注册一个账号。 进入Tolica的官方网站,点击右上角注册按钮。 在注册页面,我们可以选择成为工作者或者发布者。 作为一个工作者,我们可以完成各种任务赚钱。 作为一个发布者,你可以以付费的形式发布微型任务和在线调查问卷。 选择左侧I'm ready to earn money,并点击注册按钮。 你可以使用自己的Google、Facebook、Twitter或者Tolica手机APP直接登录。 或者点击Create ID,分别输入姓名、用户名、密码、手机号码。 然后点击获取验证短信,并输入验证码,就完成了注册过程。 下一步,你可以添加自己的照片,并填写自己的出生日期。 如果你愿意接纳特定的内容,可以勾选同意并进入下一步。 在添加语言的环节,你可以添加多种自己擅长的语言。 添加三种以上的语言,可以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。 现在,我们就完成了注册过程,并可以进入到工作申请页面了。 你可以在右上角查询自己的收入情况,并把收入通过多种方法提现到自己的账户。 Tolica支持多种提款方法,我建议大家使用PayPal和Payoneer派安营提款。 PayPal的最低提款限额是0.02美元,手续费6%。 泰安营最低提款金额为20美元,手续费2%。 如果你还没有以上账号,可以点击下方视频观看注册方法。 点击下方语言按钮,你可以把界面语言调整为简体中文,或者其他的语言。 Tolica平台上有很多不同的任务,你可以在任务选项查看所有可用的任务列表。 还可以按价格、发布日期、推荐或收藏对任务进行排序。 如果你是一个新用户,你可以参与一些测试项目。 有些培训任务会在完成后支付少许费用,但是大部分测试是没有任何报酬的。 通过了相关的测试和考试后,你就有机会获得更多类型的工作机会。 而且,系统会提高你的任务等级,并为你推送更多类型的任务。 现在,我们就可以开始接任务赚钱了。 在申请任务的时候,除了可以直接开始的任务外,有些任务是需要进行考试和培训的。 完成了培训后,你就可以申请这个任务了。 我们随机选择一个任务,并点击开始按钮。 偷了卡的任务基本上以英文为主,如果你不是很懂英文,可以使用辅助翻译软件提高工作效率。 完成了任务,你就会获得相应的工资报酬。 如果你每天花1到2个小时,就可以获得每月100美元的收入。 根据熟练程度的不同,每小时的工作收入约为1到3美元。 如果你有足够的时间,而且能熟练地完成任务,每月可获利150美元以上。 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,如果想要获得更多的收入,你还需要注意以下问题。 第一点,为了获得更多高单价任务的机会,你应该经常登陆偷了卡,并完成一些任务。 如果你长时间不登陆,评级则会下降,从而影响你的收入。 第二点,虽然有些任务单价较高,完成的难度也会相对复杂。 所以,在开始任务之前,一定要先看清楚任务的详细说明,然后再决定是否值得进行任务。 如果你在任务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放弃,则会浪费你的时间,因为未完成的任务是没有任何报酬的。 第三点,和在线工作平台Open,One Format类似。 你可以在工作日的工作时段发现很多有趣且高单价的偷了卡的任务。 而周末的工作机会较少。 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,你也可以同时在Open,One Format获得工作机会。 如果你还没有账号,可以点击视频下方观看注册流程。 总之,偷了卡的优点是不限国家,任务种类多,工作时间灵活,收款方便,适合长期工作。 缺点是考试类工作较多,对英文要求较高,有些任务难以理解。 作为一个兼职工作平台,偷了卡总体来讲还是利大于弊,可以为你带来一定的工作外收入。 除了接任务赚钱外,你还可以邀请自己的朋友成为偷了卡的一员。 如果你的推荐人能经常性地完成一些任务,你就会从每个任务的报酬中获得5%到20%的额外奖励。 推荐的朋友越多,你的累计收入也就越多。 今天的视频就结束了,谢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,欢迎大家点赞、关注,并转发本频道。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,欢迎在下方留言,欢迎大家观看本频道的其他赚钱方法,再见。